Hello大家 最近热播电视剧烦人哥 这几天终于追完了 我的姐妹们好几个都在看 特别是在北京生活的姐妹 看了之后我们都不与儿童的感觉 哎呀怎么觉得有点堵 有点郁闷 因为都觉得太真实了 真实的有点不像是剧 而像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真人真事 其实也跟前段时间看过的这个电影 《逆行人生》差不多 都讲的是人道中年中产阶级 面临的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脆弱的真是不堪一击 任何一个变故都会让你 从中产直接跌落阶层 打入胜负的底层 这个时候就看有没有那股韧劲 放不放下脸面 接不接的就变故了 这里面沈林和纳伟 这一对中年的中产夫妻 本来他们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 男人在大企业里面做副总 年薪五十波 企业准备上市 作为开国元老 他刚刚签了千万七全在手里 女人做的是全职太太 八钻剑 名牌包包 名牌衣服 一儿一女 家里请着八千块钱的阿姨 刚刚换了五十万的宝马 两人还给女方的家里 刚刚修了三层小楼 结果 因为这个男方的公司 一个意外的变动 不仅他赔了钱 还被裁员 而且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 还动用了大部分的存款 两个人这样就 没有办法了 面临这么大的变故 只能辞了阿姨 然后把孩子的奶奶 请来带孩子 然后两个人一起开始进入 一系列的再就业的尝试 这两个人都已经40以上了 然后女方重新进入职场 已经投简历 已经没有用了 没有人看了 只有通过老同学 老同事的关系 去做一些比以前 少很多的工资的工作 但是即使这样 也被各种的排挤 遭遇职场性骚扰等等 后来呢 到了他彻底放下脸面 去做月扫这个地步 然后男人也是找了 以前的各路资源 才发现在就业 真的是很艰难 于是自己开了小工作室 准备再创业 困难重重 各种亲历 亲为辛苦 不说 还又被骗了钱 赔进去了一大笔 最后这两人 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 全家搬到了燕郊 中间呢 省出了一万块钱的房租 然后再从这个市场 去摆摊 卖掳货 开始跟那些没有文化 没有学历的小商贩 在一块 在同一个市场 抢摊位 从这样的生活干起 这个中间真的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心酸 因为它是电视剧 体量比较大 所以这里面不仅讲了中年人 在这种超一线城市的困境 还有年轻人 各个层次 各个领域的年轻人 面临的在这个大城市的巨大的竞争 生存的压力 还有各种卷 里面有北大本科 清华硕士毕业 顶尖的大厂程序员 年薪百万 本来是天之骄子 对吧 但因为承受不住天天 熬夜加班 职场竞争太大 自己又步入了三十 卷不过更高学历的年轻人 这种焦虑 一直焦虑到心里崩溃 患上了抑郁加惊恐症 还有重点大学 硕士毕业 考进了编制 进了体制内的单位 拿到了北京户口的年轻人 这看起来很稳定 很成功了 对吧 父母也很放心了 但稳定是稳定了 这个体制内的薪资很低 所以他和老婆常年租房住 在北京买房 买车养孩子 都看似很无望 最后老婆承受不住这种 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压力 跟他离婚了 然后他自己也觉得 体制内的工作无趣无望 辞职去了广西的山里之教 这个距离还有无数的 中年失业 还有混职场到了三十多 找对象无望 买房子也无望 最后打上 北漂失败者的标签 回了家乡的人 我觉得这图图就是一部 这几年逃离北上广的人们的写真集 我群里的姐妹看了之后 大家就是聊天交换感想 北京的姐妹就说 真的太真实了 她身边就有两三粒活生生的栗子 有一对父母 孩子和我们是同一届的 之前他们俩都是外企的高管 坐到了高管 在将近五十的时候被裁员 现在男人是开了几年的网约车 然后女人做一点零工 因为他们的房子在通线 为了孩子上学 在北三环租着房子 这个压力不小 我们就想着可能 等他们孩子高考以后 家庭负担轻一点 两人就能解脱了 还有一个是中关村的 IT技术的高管 他也是那三年的原因 被辞退之后 在家里就一直一蹶不振 每天喝酒躺平 靠老婆不多的薪资来养家 就自暴自弃了 然后群里有个姐妹是宁波的 她也给我们吐槽 她说她这大学历的老公 前几年也失业了 本来在一个效益很好的大公司 就因为站错了队 然后整个部门被端掉 所以她也是在家待着了 适者和朋友折腾了好几次 没有折腾起来 然后也是彻底的放弃 在家躺平了 这个姐妹就很委屈的说 这大毕业有什么用呢 反而这个学历越高的 原来职位越不错的人 失业以后越不好再就业 所以这几年 她也是一个人 在苦苦地支撑家用和养孩子 再加上孩子的学业问题 公婆的问题 她已经抑郁好几年了 说实话 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 也真的不少 现在想想真的很庆幸 我跟我老公 在四十出头的时候 选择了回老家 那个时候我也是自由职业 然后我老公也刚刚 也是因为站错队 从上一个公司离职 如果我们在北京 再多混几年的话 到现在这个年龄 想再就业挣钱 而且孩子还要走 国际这条路 真的是一大笔费用 负担真的很重 真的是后果 想都不敢想了 当然 开这篇帖子 不是想给大家传递焦虑 说实话 看了这个剧 我都在跟我老公说 我说 这个剧好像有点传递焦虑了 年轻人们看了 还敢不敢去 超一线城市混呀 谁还敢去 现在家长们看了 也肯定都是在 给自己的孩子规划 更稳定的体制内的路线 小城市的安稳生活了 难怪这几年 这个县城文学这么火 其实我开这个帖子 是想跟大家讨论几点 我的观后感 就是看了之后 我感触最深的几点 第一就是 我觉得人 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 因为生活里 全是不确定的因素 本来就没有什么安全感 真正的安全感 就是夫妻要同心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一个家庭绑成一股绳 夫妻同心 携手进退 共担融入 才是不败的根本 遇到什么事 都相互体谅吧 这个男人作为家里的担当 也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就是 生活中女人的韧劲 真的是太强大了 一个好女人 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这句话真的是太对了 有的时候 特别是在重大的变故面前 女人的弹性 韧劲 和女人的坚强 真的要比男人强得多 当然这个时候 女人撑起一个家 也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家里的男人 也能被带动一起 那他们就是最好的组合了 第三就是从年轻人身上看到的 价值观相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像剧里的纳卷小月这一对 还有神磊 美兰这一对 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 但是四个年轻人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 然后价值观产生了碰撞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 提前知道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人 就是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很重要 换句话来说 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那你就要选择和你一样价值观生活观的人来一起过 这样才能长久幸福 对吧 第四 老神常谈我们家长 任何时代不确定的因素都太多了 今天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明天的社会和时代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的 真的不必要提前操那么多年的心 去给孩子规划好 什么专业更挣钱 什么路更稳定 我身边好多中年以后的朋友 干的都不一定是他们最早从事的专业或职业了 像我小叔子他学的是美术设计 后来做健身教练 现在靠自己一直喜欢的手工艺皮具制品过得很不错 那我一个美女朋友 她是锦校毕业的 后来因为喜欢播音 自学去了电台当音乐主播 现在呢 回了老家又开始 又重新学习了喜欢的陶艺 现在开了很有个性的陶艺店 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是每个人的路不同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需要具备的精致就是 一边长大一边学习 一边变老一边学习 从学习中去不断的适应社会 去适应生存 而不是一个名校一个专业就真的能决定我们终生 对吧 一定要保持一直学习 一直应变 能够适应不同的生活和环境 这才是能保证我们幸福的唯一要学习的技能 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千万不要怕 不要怕不稳定 不要怕去大城市困不好 年轻的时候就是要该试错试错 该闯就去闯 只有你经历过了 磨砺过了 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 什么是生活 生活就是酸甜果辣它都得有 这才不忘我们来认识上走一遭